风筝飞的再高 也有线一直拽着它 我的名字叫郭红烈 我是在卖维方传统风筝传承人 我去过好多的国家 没有这个疫情的话 我现在在欧洲 已经订好了几个活动 现在去不了了 闲着就想试试短视频 就跟有些人直播能卖货一样 本来是不理解 但是现在人就喜欢这个 跟王者荣耀举办的那个活动 我在直播做风筝的时候 六百多万人同时在线 这个是我非常惊讶的 但是那些设备啊 技术啊就有点麻烦 竹子 下面我们要这个先把竹子熄好 夸毛刺去黄 我一定要均匀慢慢的 画出这个画面了以后 我们要把它做成一只风筝漂亮的金鱼风筝 画这个纹理的时候 一定要线要细一些干净 什么都有难度 你想画画面吧 你也得画上纪念 你咋也是 你也得十年以上 我们刷刷下以后 已经能起飞了 希望这个用英文介绍 我们维方传统风筝的记忆 把它传播到世界各地去 像起飞 我们常用的起飞fly 你知道龙头龙是拽扯这些 你知道我到澳大利亚去 当时我下飞机的时候 带着我们的中国龙头 好多人在机场就围观过去 他们一看 用英语说 这是一个可爱善良的龙 龙头光竹条就用了308根 属于扎骨架子 扎出这个神来 扎出这个形容来 现在风筝都是用三角叶的形式 体现出来 只要你这个传统的线 一直牵着 现代化就没问题啊